随风轻窑的柳枝,饭香的菊花,春一样然中带着一份沉静的哀愁。 清明时节,我们的心随着踏青的脚步,悠悠归向那片温柔的土地。 在这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年代,一个远古的呢喃回荡在每个人的耳旁。 无春不上坟,上坟祸临门迷信还是智慧? 今天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话题,寻找答案。 荣年象征着力量和希望,然而在无春之年,特别是日年,古人认为这是一种不祥的征兆。 时至今日,当清明节悄然临近,人们面临着一个问题,去还是不去祭祖。 这是个古老的困境,一个关于信仰与传统的艰难选择。 清明节作为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是对王者表示敬意的特定日子。 在这一天,家家户户前往祖坟前进行扫墓,以此缅怀仙人展现对他们的尊敬和怀念。 这样的习俗绵延千年,成为了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就像孔子曾经说过的,不学礼无以利,礼节不仅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和家庭凝聚的方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传统习惯逐渐被现代理念取代。 人们开始质疑那些远远流长的传统,包括祭祖的习俗。 在面临两难的情境中,我们不禁想起了那句古言,信者有不信则无。 详细与否皆是个人之心。信仰并不强求外在的示意,它来自内心的感召。 如同爱因斯坦所言,科学没有宗教就会寒冷,宗教没有科学就会盲目。 在决定是否延续传统习俗时,我们或许需要在尊重历史和接受现代观念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人类的智慧总是在不断探索中前行。 面对传统与现代的抉择,我们应当如何决定? 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尽相同。 就如同马云所说,最大的挑战和突破在于利用。 你的教育和智慧替自己选择。 选择上坟或许是对祖先传统的一种尊重。 选择不去或许是对现代价值观念的一种践行。 在选择的十字路口上,我们的每一次决定都代表着对生命与宇宙秩序的一种理解和回应。 当我们在传统和现代观念之间徘徊,我们不禁发现生活自有其深不可测的智慧。 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并不仅仅是关于是否参与某个仪式的问题。 实际上,它触及了一个更为深刻的主题。 如何在变化莫测的世界中保持自身的身份和根基。 眼下正值龙年的润月吴春的标签。 仿佛为这一年披上了一层神秘的灭纱。 龙一直被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代表着权威和尊严。 而若年则在民间传说中带有些许不确定性的色彩。 清明僵尺,抉择的时刻迫在眉睫。 此时的疑惑和犹豫,恰恰映射了我们对待自身文化遗产的态度和方式。 正如罗曼·罗兰所说,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 当我们在清明这样的传统节日前站定,不免问自己传统是否依然于我们的心灵相呼应。 我们是否愿意将这份悠久的纪念传递给后世,让他们明白纪念和尊重过去,并不意味着对未来的拒绝。 这种内省和自问不仅仅是关于个人信念的探究,它还关乎到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社会的健康如同个人的健康一样,依赖于内在价值观的坚守和外在行动的和谐统一,而抉择正是价值观与行动相协调的表现。 在选择的过程中,我们受到无数前人智慧的启发,例如莎士比亚所言,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要珍惜现在,这不仅是对时间的尊重,也是对生命持有的敬畏。 然而,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传统文化的传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年轻一代可能会发现他们与祖辈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的鸿沟。 正如大卫索尔说,如果我们不记得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就不会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因此,无论个人决定是否遵循吴春不上坟的骨絮,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深刻理解传统的意义, 并决定如何将其融入我们的现代生活,使其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在探索和疑问的迷宫里,传统与现代的交响业演奏着复杂而多变的共鸣。 清明节,仙人缅怀之时,寄愿含着对先辈的怀念,也反映出我们对于生命意义的思考。 而无春不上坟的老化,在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观中变得愈加耐人寻味。 连禁清明,让我们思考一个更广泛的问题,什么是值得我们遵循和传承的文化核心? 在科技和信息的洪流中,我们如何保留那些真正有意义的传统? 弗朗茨卡夫卡在他的作品中写道,传统的角色是帮助人们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找到固定点。 这些固定点就像是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在时代的掏声中依然能够找到方向。 处于古老传统与现代理念的夹缝中,我们需寻找一种和谐的生活哲学,以连接过去和未来。 在此过程中,孔子的仁爱思想给了我们灵感,仁爱不仅是对亲人朋友的关怀,也是一种对历史对文化传承的尊重。 类似的,印度诗人泰格尔曾说过爱是不可触摸的,但它存在于所有触手可及的事物之中。 过此,无论我们对于吴春不上坟的看法如何,最重要的是维持内心的和平与对传统文化的尊重。 每一个选择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微缩的宇宙,不断地展开和演化,是否选择在清明上坟祭祖并非简单的是非对错, 而是对个人及集体身份的一个宣誓。 如同斯蒂芬霍金的洞察,无论是什么样的生活,都有其本身存在的价值,每一种文化习俗,不过是这个宏伟而多样宇宙的一部分。 在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选择继承,也可以选择创新。 清明节让我们有了重新审视和评估的机会,了解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以及我们想要如何塑造未来。 无论我们决定如何归根到底,它都将是我们内在智慧与外在世界和谐共鸣的结果。 正如卡尔荣格所言,没有连结过去和未来的生活不值得活,我们的文化根基和仙人的智慧,为我们的存在提供了连结和意义。 在这个缅怀与反思的时刻,让我们铭记,携带着过去的财富,我们才能勇往直前迎接明天。 随着故事的落幕,悠悠的哀愈如同柳絮飘飞,随着清风送走了我们对于传统的尊重和怀念,也带来了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不管是继承了祖先的古训还是选择了现代的理性,每一步选择都让我们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我们的生命更加深邃广阔。 在这个清明节,我们不仅仅致敬过去,更是对未来说出了我们勇气和希望的宣言,让我们怀揣着这份宝贵的财富,走向属于每一个人的辉煌明天。